你牛逼啊你真牛逼啊我靠我还以为你死定了 两周后宠物医生见到小奶猫很惊讶 他没有想到小奶猫还能活着 一个从来没有养过猫的好心人 能把奄奄一息的流浪小奶猫养活到现在 这真是一个奇迹 我们看到小奶猫精神状态很好 他的眼睛也已经完全睁开 宠物医生给小奶猫检查一番之后 拿着棉棒给小奶猫清理分泌物 人小奶猫也很听话地配合着 宠物医生说道 原先有好几个像小奶猫这种情况 身体有很多的虫卵 但最后都没有养活去了喵星球 而这只小猫的生命太坚强了 虽然现在小奶猫身上没有了虫卵 但满月后还是要给小猫做一下驱虫 随后宠物医生给小猫做了冠状检测 而小猫也在焦急地等待 但不幸的是检测结果是弱阳 这种病毒没有疫苗可以预防 唯一的办法只能对症治疗 宠物医生告诉好心人 要经常给小猫用湿巾擦拭身体 然后让它多待在有光的地方 还有就是随着小猫慢慢长大 避免它到处乱跑 需要给它换一个大一点高一点的纸巷 然后在里面给它铺上纸尿布 每天要保持理卫生干净 如果要是打喷嚏咳嗽或是拉洗 要及时送过来给它医治 目前看着小猫状态挺好 我们也祝愿小奶猫健康快乐地长大